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4日 哇,那麽厲害啊 還有多少家屬人員要落網啊 也不能叫落網啊,協助調查嘛 但是一般市民眼中大家也知道怎麽事 根本就是... 他說套料,有需要的時候就調查 但很明顯就是滋擾,私家壓力 這些古代的伎倆 就是循國的法律,連續 但是這麽是更明明的 要不明不如我們說說方孝愉 华格勒集團,當時燕王朱棣打贏了之後,要方孝如寫這個詔書不肯,接著就注了人家十足,真是豬滅的,好像馬昭那樣的,曹操對馬昭那樣的 一樣的原理,只不過在今時今日,像那些大監控措施,軟禁人,好像劉霞那些,你捉人一個手無駁雞之力的劉霞,走出來人質外交和人交換,從來都是這樣的 那跟綁票有什麼分別呢?名字好聽一點吧?協助調查綁票 Anyway,事源就因為袁爸爸在倫敦推廣香港議會,鼓勵香港全球的人士,又或者外國在香港住過,搞一個網絡投票 那這裡介紹一下他的方法,其實約略聽到的,就是說在手機上單了一個APP 那於是乎,我跟大家想起來了,你的電話,有機會一單下去的時候,會CAP了你的東西的嘛,是不是? 那有什麼方法呢?你就找一部清水機去DOWNLOAD囉,那套不到你的資料了吧? 你說不是呀,用WIFI各樣的,他會套到東西呀各樣的 OK,你去公共圖書館那裡用WIFI,可以了吧? 那,留意呀,我不是說香港那些呀,香港那些呢,怎麼防都防不了的啦,所以我勸你也是放棄吧啦 因為要冒風險呀,冒風險的事情幹嘛叫人做呀? Lowingly呀嘛,我們經常說你一定要知道了自己的風險先 能不能夠保障你百分百呀,是不是? 可能你投完爆血管呢,很難說的嘛 哪個能夠保障你呢?這些風險哪個預約呀?難道跟你把脈呀? 那所以你在香港不要搞啦 BUT,我們有幾百萬的在海外的香港人啦 那但是,如果你想回香港的時候,我勸你不要啦 哪個負責任得到你將來怎樣回去,好像鄧彥娜那些被人抖走了的 又是不要搞啦,如果你打算回香港那些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國下會打算回香港呀 準備不充足才會打算回去的,準備充足就全部東西走了的嘛 我都聽到呀,有些被人凍結戶口那些沒理由的嘛 就好像劉康那些那樣,銀行戶口只有幾十元給他凍結啦 你凍結完,甩了名字,還要給手續費,他賺了呀劉康 那這些就聰明啦,劉康哪個? 明報校園記者呀,也是香港獨立派的政治人物 我介紹他,並不是我同意他主張呀,我是貴英派的 人家有健全的法制給你跟嘛,自己創一套出來好嗎? 即如果你問我意見呢,香港議會不如叫英屬香港議會 好聽些 but,即假若呀,你問我知不支持?沒有的吧 逢是敵人反對的,我都贊同的嘛 即海外的,你又沒有想過,搬香港各樣的那些 不妨搞呀,你說不是呀,套取你很多資料各樣 你就給他們套取咯,選你一條毛呀 不一無以利,天下不不為之 嘿,這樣,難事呀你 但是,to be honest啦 以政治的角度來講呀,對歸英來講呢,是有些不利的喔 因為,你突然搞壇事,人家沒有義務去幫助你呀 取回這個香港的喔,這個世界沒有這麼Idealistic的喔 即是理論上,最好香港呢,就好像英國的其中一個Council 將來呢,就有Council方面的某些方面的自治 但是,仍然是歸屬於這個UK 這樣就講得過去,是不是? 不是誰保護你呀,根本就沒有可能 你說好像新加坡那樣,那你要復兵役的啦,那些人 沒有可能,是不是? 面對著,即地緣政治上,你面對著,就算窮都好呀 一個這麼大的中國大陸,始終你都是需要人保護的嘛 你說這麼多個國家一起保護這個,這樣的自由港各樣 有什麼Jaxo先,政治來講,從來都講Jaxo的嘛 那,所以我都是勸你改名,叫英屬香港議會這樣就好聽呀 維吾爾都拼了進去,不過,他們跟英國好像沒什麼關係呀 但我相信他們都會認同的,有香港這個這麼成功的版本,是不是? 就 rather than你如果重新走過一次台灣那條路呀 又美麗島呀,又成呀,都要等蔣經國,李登輝,兩個人 走出一條血路的時候才有得搞,走的血路太多了吧 不如只剪輯啦,剪輯剪輯嘛 而方法呀,就是電話那裡呢,那個APP,會根據你那個晶片 我不知道它怎樣破譯到,但是英國政府那個APP都是這樣讀的 那,然後就會encrypt了一堆碼出來 那,跟著在飛行模式下進行,即是不上網的 然後呢,就會將這個code將完出來之後呢,就 upload 回上去 他說是經這個VPN的,那沒有VPN又行不行呢? 可有可無啦,可能,不清楚 那當然啦,這個世界沒有說壟斷的 那麽聰明的時候有人高人呀 可以搞到另一堂東西出來,更厲害些的 那這些自由市場的而已 我這樣覺得,做什麽都有人說的 那但是都是期待它搞到成績的哈,那麽均烈 哎呀,講遠了,不如講返這個新聞報道內容啦 神奇呀,人家前妻 啊,以及另一個,啊,叫阿滿仔呀 袁尼滿呀,似乎比袁尼昌來講呢 不知道啊,混血那些好像是好看點的,是吧 因為,原來她前妻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女士喔 更加不明白的就是呀 即是你,找他們走進去公署呀,什麽都好 那裏講話的時候,人家是不是講英文的呀 你懂不懂英文呀,你懂不懂翻譯呀 那不知道啦,還是,喂,其實都不用呀 人家那些已經是啦 已經都不用像容凱欣那些大義又滅親各樣 什麽擱斷關係,人家直接已經擱斷了關係的了 已經不是袁爸爸的妻子來的了,是前妻來的了 那又關什麽差事呢 還是袁爸爸有些善養費給他們呀 不會呀,袁爸爸這麽神神,都不會 匯錢的時候啊,都要跟他們講,那我的錢有毒的,你小心啊,對不對 那還有,袁爸爸都回應了啦 說好了,即是說低了一切各樣的時候 你要自己評估風險的了喔 18歲以上人士 那如果大家政見不同的時候,沒有辦法的 你就堅持自己的政見呢 他又堅持自己的政見 但是,你沒有可能自己的政見影響了別人的政見 你有你的政見,他有他的政見 就等同,啊又要說回胡適了喔 就不知今時今日那些呢,還知不知誰是胡適 胡適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哲學家,教育家 經常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驗是真理的唯一是金石,是實用主義的 那他不停研究實用主義 當年覺得中國的東西不得實用 德先生,蔡先生才得實用 而他父親的年代呢,就經歷過太平天國之亂 他父親就叫做 胡遜 清朝時候在台灣任過職 這一點,當他走去台灣的時候呢 之所以這麼熟定方,可能也源於此 隔五戰爭之後,他媽媽就離開了台灣,回去上海帶他 曾有一句說話 如果我學得一絲一毫的好脾氣 都得力於這個慈母 話說他生了兩個兒子 而小兒子就是今天的主角,叫做胡思道 幸好還有個大兒子 1949年3月9日的時候呢 蔣介石就派蔣經國走過去上海那裡見胡遜 找他回答這個威爾信號 期望美國政府介入以和 這裏就要講這個蔣介石的壞話了 胡遜都未以和得到 和平路線 但是解放軍已經道綱了 原因是因為蔣介石一時而氣憤 就拒絕了中共的24項要求 撕破簾 又或者這麼說 其實你拒絕也好 不拒絕也好 他要撕破你 怎麼都道綱去撕破的 話說1954至1955年的時候 震返那些年代 內地就要找人算賬 竟然因為批判這個余平白的紅樓夢研究 紅樓夢都可以這樣批判 封建思想 結果轉移就掀起了批判胡遜的運動 甚至乎三聯書店 一共發佈了這個 胡遜思想批評論文匯片的八輯 胡遜也逐一反駁 不過為什麼會無故針對胡遜呢 有人就說小道消息 胡遜說了平身最失身史風度的一句說話 有關毛澤東的 於是乎呢 就擊倒皇帝 當時他就說了 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 考不大 考不到的 所以毛澤東就非常之生氣 於是乎呢 記住在心裏面 後期有機會就發他為 你笑他小學雞喔 但其實毛澤東已經算是 有些文采的了 他算是落爛壽彩那類 之後一朝得志 土匪成王 讀壽彩讀到他 脫掉了頭髮也有的 而批判胡遜就連帶 可能毛澤東很興奮的 批判了他的兒子 不過他的兒子都該屎的了 不是該人 是該屎 該人與若白 胡思道就是胡遜的兒子 1941年5月去過美國那裡學歷史的 讀歷史讀到敢讀屎片 所以胡遜都說 思道學業不成 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 有一腳踢他屎屎 1948年12月 蔣介石就跟胡遜說 這次是南下的最後一次機會 在北平那裡接載他們 而胡遜當然想帶他兒子胡遜到一起 胡遜都不肯 於是留下少少盆村給他 各樣都算有些錢 因為胡遜都信奉了 那時候的年輕人很信奉共產黨那一套 很興奮的 很喜歡共產黨的 所以並不是不肯跟胡遜南下 而是他要鐵定跟從這個共產黨的 而後期鎮返的時候 他不幸運了 五一年 即是一兩年之後 他就要批判自己的父親 大義地滅親 為何又不離婚 他沒有分離 隨便 胡遜都在香港的大公報那裡批判父親 對我父親 胡遜的批判 他斥責父親是帝國主義的酒白加一 以及人民的公敵 與之劃清界線 斷絕往來 是不是很熟悉 不過這個是藍版的容凱恩 他讀歷史不成 容凱恩就讀律師不成 不是他是律師 只不過讀屎片而已 即使是這樣割席了 過了沒多久之後 都是搞不定 1957年大明大放的時候 胡遜到了 就想著 終於有機會了 於是他本身就很中立 突然之間無盡了 叫他不要煩化那些大明大放 軟對抗 開玩笑而已 他是說 黨來說 可以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他就向領導提了很多的建議 結果 沒多久之後 他就是右派的分子已經定勝了 向黨進攻 連帶和他父親胡遜 就一起批判 後期不知為何 有條繩固著頸 36歲就不見了 領導就跟他阿哥 唐兄 不是阿哥 胡思晚就說 他是畏在 所以就自己了結 胡思晚都沒有說什麼 他知道什麼事 在教外面 求奇埋了他就算了 不過這件事就 免得胡遜傷心 一直沒有給他知道 這些就叫求仁得仁 我們經常都說求仁得仁 就是這個意思 自己申請的 apply for it 到底他們知不知道 那個結局會是怎樣的呢 本身 當申請的時候 和他們的預期有沒有出入呢 我相信是沒有的 他都預期的 人終須一時 是吧 他是支持令自己死亡的 就好像銀茶餐廳 揚明燉湯司 那些 鳳親支持這些東西 大哥 你支持丐幫 那當然是要立條束的啦 你沒有聽過這個黨的另一個名稱嗎 拿石頭摘自己的雀 有一個這樣的人都有的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